中央社记者吴瑞琪桃园 十一日电 桃园市一名男子赶着接送运期 逆向将车停在便利超商前 巡逻员警上前取缔发现驾驶神色异常 果然在车内起初改造手枪 男子懊悔的说不要逆向停车就好了 警方讯后将黄南送办 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队副中队长张炳于今天受访表示 保安警察大队同仁昨天下午三十四十分 在桃园区执行巡逻勤务时 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与红线逆向违停便利超商店前 远警上前盘查时 发现车主27岁黄南神色有一切非常紧张 判断车上应有违禁物品 张炳于指出 黄南表示是赶着到便利超商在运期才会违停 为避免刺激一趟老婆的情绪 黄南配合警方调查 果然在后座脚踏垫上发现改造手枪一把子弹六颗 黄南更后悔表示 如果没有违停就不会吸引警方盘查 黄南应讯事工称 枪支是较僵僵的有人所寄放 但不知对方真实姓名 平常只透过LINE联系 但警方却找不到任何对话资料 怀疑是他推卸致辞 警方训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 将他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061111